隧道內寬敞筆直道路 一不小心就容易超速 或是偷吃鋪開在出口處 踩下煞車 警方為了減少車禍發生 在萬里隧道出入口 將在7月1號開始 利用行車距離來平均車速 確診來民眾一肚子火 車速照相就好了 幹嘛要弄得那麼麻煩 太複雜了 這樣子好像有一點 嚴格了一點這樣子 實際開進入口 進入近隧道時間 全長1.1公里 限速50 利用行車距離 除以時間 離開出口需要1分鐘 才算沒有超速 到底要開多久 一般駕駛第一時間 根本不清楚 因此可能為了撐過1分鐘 車輛全塞在隧道中 才乾淨隧道口 就有一個彎道 因此讓駕駛容易突然 踩下煞車放慢速度 無法平均車速 為了防止國道飆車 未來會利用ETC系統 來抓衛襲安全帶和超速的違規 減少國道上的重大交通傷亡 這次確鑑測速的理由 主要也是因為萬里 費用還是高造勢路斷 在近兩年 我們隧道內還是有幾件 發生死亡事故 造成一些駕駛的死傷 科技執法超速 除了減少雲景執行危險 對於駕駛權益及安全性 還要等到兩個月後 實際上路就看民眾買不買單 記者徐正銘 李宥韓新北報導